多謝教授 各位不安 本地託兒所四個月大女嬰意外死亡 事件無疑令到家長震驚不易 事件發生於10月19日 至今原因未明 為什麼原本健康的女嬰 會在託兒所死亡 本人在接待死者母親時 看不見她亡而無助 動不成聲 無力工作 根據本人了解 她正經歷一段極其悲動和抑鬱的時期 對家人和朋友都表現得極度冷漠 家裡離漫著深深的孤獨和憂傷 女嬰在10月19日死亡 至今已過了半個多月 但是直到今天11月7日 女嬰父母認不得到任何解釋 為什麼健健康康的嬰兒 會在一間應該有相關資格的託兒所死亡 我們不禁要問 涉事健康照顧員和保育員有什麼資質和學歷 工作人員是否足夠 當局是否認為 托兒所只有一個具有六年基礎的介學歷的員工 就可以負責照顧四個月大的女嬰 另外托兒所的助理員 會有相關學歷和專業的經驗 是否可以承擔健康照顧員和保育人員 這些問題只能由社會工作局回答 5月24日第15699M法令 核准托兒所之次立和運作的規範性規定 及及後續有關托兒所人員 聘用標準的法律法規 都明顯已過時 極需修訂 必須引入修改 避免悲劇重演 該名四個月大女嬰的死亡 證明上寫明是嬰兒出死症 而其父母質疑一個健康的嬰兒 為何會突然死亡 他們的疑問還有嬰兒死亡的準確時間和地點 呼叫救護車是否有疑問 公立醫院的醫生用了幾長的時間 開始對嬰兒進行急救 他們要求明確的答覆 嬰兒是否在救護車到達之前就已經死亡 救護車互送的是否遺體 而公立醫院急診部所作的不是 不過只不過是宣佈嬰兒的死亡 然而如果按照死亡證明的說法 嬰兒被送到醫院時還有生命 那我們要問的是 醫院為嬰兒進行何種的救護 嬰兒的父母至今還未接觸到負責急救的醫生 而當時嬰兒應該仍然有生命的 這些都是嬰兒父母有權提出的疑問 必須盡快得到解釋 眾多幼兒的父母正在簽署一封聯名信 要求有關多個加強工作 確保兒童在托兒所的安全 他們建議採取預防措施 如在公共或私立托兒所安裝監控鏡頭 使用智能攝像頭、雲端儲存等技術 方便加上和相關負責查看 確保兒童安全獲得妥善的照顧 這個技術已經在很多先進的城市使用 比如北京、台北、首爾、紐約、布加勒斯特 托兒所在嬰兒的生命擔當重要角色 視他們是第二個家 而嬰兒在托兒所的健康和幸福一直是家長關心的問題 在這場所的工作並負責照顧嬰兒的人 必須意識到這些兒童的極其脆弱性 需要有能力、有資格專業人士 對其進行特殊的照顧 必須了解幼兒特別是初生的幼兒的特別需要 要為幼兒的家長提供舒適和安全的保障 要提供休息室、活動室 和換療片區 負責照顧嬰兒的托兒所 應聘請具相關技術和能力的保安和醫護的人員 托兒所應舉辦職業培訓 教授如何處理突發的情況 以及應配備足夠的護士和具備 基本急救知識的健康照護員 對於兒童的基本需求 如疼痛、肌餓、群卷、照顧人員 必須具有這個敏銳的反應 並能夠提供足夠的視覺、肢體、語言和情感方面的刺激 報告 報告 確認